大家想到俄罗斯印象中一般会是这样的 这样的或者是这样的 但是有一座城市它还不一样 它是最不像俄罗斯的一座俄罗斯城市 而且还在200多年中 它一直作为俄罗斯首都 它叫松鼻刀堡 它叫彼得格勒 它叫列宁格勒 接下来几天 我们一起会揭开这座城市的面纱 试试弄清楚 它到底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如果你问俄罗斯人 俄罗斯最美的城市是哪里 得到的答案几乎都是松鼻刀堡 那么它到底有哪些独特的地方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要去松鼻刀堡老虫去瞧瞧 松鼻刀堡位于俄罗斯西北部地区 靠近波罗的海芬兰湾 一直以来作为俄罗斯面向欧洲的门湖 城市人口超过500万 是俄罗斯第二大城市 这里交通便利 交通工具中多 出租车 公车 右轨电车 随处可见 当然最方便的 要输地铁了 松鼻刀堡的地铁 虽然不是规模最大的 但是它是全世界最深的地铁系统之一 这是全球开明第三深的地铁站 它叫海军部地铁站 它的深度有80多米 光是下地铁就要走很远 我现在要坐两次电梯 除了深度之外 这里的地铁站很美 而且每一站装饰风格都不一样 简直像是艺术品 由于1955年 这里就开通了地铁 因此有的车厢非常老 里面声音很大 但是地铁速度很快 最快可以达到80公里每小时 干净编辑 几乎可以到达城市的各个角落 所以地铁是当地居民出现的第一个选择 每天有超过260万人乘坐地铁 从地铁站移出来 我们就到了生比达巴的老城区 移出来给人的感觉好像回到了历史一样 到处是沙俄失息留下来的建筑 而且它们有各种各样的颜色 上面有大量的雕塑 要知道在生比达巴之前 俄罗斯的城市都是木质建筑为主的 它的窗间人 俄罗斯沙皇比的大帝 把它打造成了俄罗斯第一个石头建成的城市 除了美丽的建筑以外 大家还可以看到大量的云河 整个城市有94条云河 它们分布在城市的33座岛屿上 连接失去的岛屿和岛屿之间的桥梁 有342座 所以在生比达巴的老城区 给人的感觉像是威尼斯 生比达巴也被成为北方的威尼斯 除了云河以外 还有一条最主要的河流是涅瓦河 我身后就是涅瓦河 我身后是要塞 我前面是涅瓦河 今天天气很好 出来的人越来越多 因为冬天马上就要到 所以就要好好享受 你以外喝的水挺凉的 而且给人的感觉好像挺脏的 其实它的矿物质含量很高 所以就颜色比较深 它的长度有74公里 平均宽度为400到600米 是生比达巴的母亲河 在河上的这些桥梁 午晚上都会按照自己的时刻表打开 供大型的邮轮或者喉船进过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小岛 名字叫兔子岛 这个兔子岛是生比达巴的发源地 当时俄罗斯沙皇比达大地 通过跟瑞典的北方战争 取得了这个地方 而且在上面建了一个要塞 要塞的名字叫比达巴罗要塞 整个要塞是六角形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其中的一个角 我身后我们看的不是英国的国企 我看到的是俄罗斯的海军军企 其实这个要塞没有当做要塞实用 因为当时瑞典没有力量分击 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中之分的监狱 也被称为俄国的巴士地狱 比达达大地的儿子 列宁的哥哥 托斯托耶夫斯基都在里面关过 这个监狱结败三年 每个人都被关进单独的牢房 这是为了让凡人完全与世隔绝 就是在这种条件下 他们还是通过极为复杂的系统 通过敲击来交流 一旦他们被发现 就会受到惩罚 被关进禁闭室 那里到处漆黑一片 只有一张铁床 其他什么也没有 历史上的1500多名政治犯人中 没有一个人可以逃离这个监狱 除了建筑之外 这里也是俄罗斯文化中心 首先这里博物馆很多 大的小小的博物馆 数量超过200家 各种风格 各种主题 几乎满足所有人的胃口 再有就是民伤古籍中都 宫殿到处都是 时不时就会路过名人古居 一般会看到像这样的牌子 上面就会写着 某某人在这里居住过 这里街道的名字 也经常会在俄罗斯的文学作品中出现 还有就是音乐 在这里经常会举办各种音乐会 热爱音乐的朋友 一定会非常喜欢 最后就是俄罗斯的芭蕾舞 几乎每个周末 在这里的各大芭蕾舞剧院 都会进行芭蕾舞的演出 还有就是学校 作为文化中心 这里有45所大学 也是俄罗斯大学 最集中的城市之一 很多俄罗斯的名人 都有在这里生活读书的经历 网上号是圣比达巴国立大学 它创立于1724年 零年俄罗斯总统普京 还有前总统 美德威杰夫 都是从这里毕业的 当然这个城市 从经历的哪一天起 就经历了俄罗斯 一连传跌当起伏的历史 1825年12月党人起义 1905年俄国革命 1917年2月革命 和同年的10月革命 1941年到1944年 林林格勒巴卫战 都在这里进行 俄罗斯历史上 有名的沙皇 作家 学者 总统 都在这里生活过 所以直到今天 大家也会把 升比达堡成为俄罗斯的第二首都 生活在这样一个城市 其实是应该感到幸福的 但是从这里老百姓的表情上 却看不到这一点 他们穿着颜色也很单调 这期或许和天气有关系 比达堡一年有阳光的日子 只有60到90天 仅仅比伦敦好一些 这里经常下雨 比如下个礼拜 全部是下雨 现在已经是秋天 下雨过后 就是下雪 然后会偶尔有几天 今天 所以之后去解释了 升比达堡人 为什么不爱笑